我们怎么样才能使 包括这个太阳外面的乌云散开 说古代人特别的聪明 在男的前列线这个部分 女的在这个地方是子宫口这个部分 潜藏着一种特殊的物质 这种物质像你们药花气罐中的 gas里面的液体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液体给点燃 这个火呢它就会上升到 肚臍跟蕴门后面 有身体正中央 有一个中央的空腔 这个火就会上升到这个空腔来 所以当你能够把烧热 在这些屋外面 在这中央的位置 那么如果这个火能够升上来以后 那么聚起来它就有机会再往上烧 使我们那个包裹在太阳外面的那些液体 我们这叫黑色的小黑点 然后用这个火把它给就像这个火炉一样 把它都可以烧成光明 然后太阳就可以出来了 如果这样能够把火打入开 这种火烂 这个火烂 一样有机会 给你们烧成零 去到对onda 含热权的 représ点 如果使用火烂 我们可以烧开 任何剩的 拥 date 被到最高区颇 acord 云ena 就可以烧开 一旦太阳出来以后 然后你这里的下腹腔里面所有的肝啊 胆啊 脾啊 胃啊 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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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彷徨啊 这些大小肠啊 所有的组织被太阳的光一冲以后 里面所有的不好的气都就会排出体外去了 所以这些空气的空气 如果这个空气的空气 空气的空气是被感动的 它可以把身体的组织 包括脂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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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 所以所有的身体从底部 都可以把身体清除了 然后这个火呢 除了会烧到胸肪膜下面的太阳放光以外 还当太阳放光以后 那个光还会顺着尾巴骨这个中心 穿透自己的脊髓腔 然后促使脊髓腔里的清亮的液体上升到大脑 就是要补充自己大脑的脑结液 所以为了这五年后,发生以冰锅小时, 冰的气氛将冰的能力将往低, 将在头部向下流入胸部, 流入胸骨的变化, 通过胸骨氧将回向脇刀往下, 然后再次行动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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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一旦这股水能够上升到大脑, 然后天空脑极液的时候,我们脑中的热就会散开,我们头脑会变得异常的清醒。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旦累了,我们脑袋就昏昏沉沉,然后我们想事情就想不清楚了。 我们睡醒了以后,大脑就特别清醒了,自己就特别有智慧,就不会被别人欺骗。 然后呢,这个到了头顶以后呢,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呢,就是当这股清凉的能量到了大脑以后呢,我们会有一种特别甘甜的口水,从自己的上牙翘生出来。 当你舌头顶住自己的上牙翘的时候,这个很清凉很甘甜的口水会在自己的口腔中聚起来。 所以是,这个口水呢,通过我们这个咽喉的吞咽, 所以是,这个口水呢,通过我们这个咽喉的吞咽, 今天这个食道管一吞,它就吞到我们的胃里面去了。 这样一股又甜又凉的水,叫天上下来的水,吞咽到胃的时候,胃瞬间就变得清凉了。 所以,这股脂肪是水和清凉的。 自然的股脂肪是叫天上的水。 我们称呼叫天上的水。 自然的股脂肪,一旦你的股脂肪会感到清凉了。 刚才说,胃下面的火在胃底下烧。 然而水从天上下来在胃里面储存。 所以是,当水遇到火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气。 这种气就会冲开,包裹着我们的太阳轮的所有的不好的乌云, 那种黑子,就全部被它冲开了。 这个气才有力量把它冲开。 所以,当水回到胃,回到胃里面。 记得,你把热的热被烧到下面。 在古代埃及,叫太阳神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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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坐,我们要把这只眼睛给起火, 然后让太阳放光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几个患者,我们必须把眼睛的眼睛移动。 在古代埃及,叫太阳神的眼睛移动。 在古代埃及,叫太阳神的眼睛移动。